谢天华居然凭借厨艺疯神了 提睛斩棘的哥哥组织了一次厨艺大赛 周延 张琪 谢天华等人 作为部落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比赛 作为大湾区的代表 谢天华做了一道拿手的广东菜 肉饼 谢天华凭借一己之力带红了一道菜 实在是令人佩服 其实呢 在提睛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上 谢天华的个人表现并不算突出 他没有陈小春那样的领导力 也不像张志玲会跳慢波舞 在大湾区这个团队中 谢天华就像是一个好学生 虽然唱跳俱佳 但在团队中并不突出 不突出不等于能力差 作为一个出道29年的艺人 谢天华拥有许多的代表作 如《街大欢喜》 《前行狙击》等 他曾是TVB的一线艺人 职业生涯十分闪耀 许多观众是通过演戏认识了谢天华 然而 在当演员之前 谢天华是一名舞蹈学员 谢天华从小就喜欢跳舞 他喜欢跳舞 那你自己年轻就是没有东西的 分同了你们了 就是大家玩得迈的 你跳舞挺帅的 那就是学他跟着怎么跳 在训练班里 谢天华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跳舞和表演 这也为他日后的演艺视野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之后 由于专业能力出众 谢天华的视野逐渐走高 他从一名伴舞升级为 《风火海》的成员 而后又获得了张学友的赏识 在音乐剧《雪狼湖》中演男二号 在演戏上开销之后 谢天华便接派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如在《古惑仔》中演《大厅2》 在《皆大欢喜》中演《金月》 虽然都是配角 但是谢天华塑造的人物却十分精彩 他的演技也越来越好 2006年 他在《女人不易作》中 饰演的男二号文景良 被某周刊评选为百大经典电影角色 其演技受到了媒体和观众的肯定 2009年 他接拍了《雪井狙击》 在其中饰演男三号《拉菲英哥》 虽然谢天华戏份不多 但是他却凭借精湛的演技 将《拉菲英哥》这个人物 塑造的义正义邪格外出彩 《雪井狙击》播出以后 《拉菲英哥》成为了当年的人气之王 许多观众看完电视剧之后 写信投诉 要求电视台改写《拉菲英哥》的结局 并且要求TVB为《拉菲英哥》续写故事 在观众的强烈呼吁下 TVB为谢天华连续开了多部剧情 如《前行狙击》 《法网狙击》 《神枪狙击》等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谢天华的视野走向巅峰 成为了TVB的一线艺人 一方面 谢天华凭实力走红 另一方面 低俗的陶字绯闻 却成为他事业发展的绊脚石 谢天华在2005年结婚 婚后 老婆李天恩传出了 书卵管鲁色 无意受孕的新闻 有报道说 李天恩为了想要宝宝 选择人工受孕的方式 他挨了无数针 吃了很多药 直到2015年 他们才终于联梦 生下了大儿子天天 结婚十年才有孩子 李天恩这些年的辛苦 不言而喻 老婆如此辛苦 可作为老公的谢天华 还不安分 频频地闹出桃色新闻 2006年 谢天华在参加美女出房时 从身后熊炮了女嘉宾 导致女嘉宾身体僵硬 笑容尴尬 节目播出以后 许多观众认为 谢天华是借机凯游 但谢天华表示否认 2009年 谢天华又被记者拍到 在酒吧疯玩 一只手搂在了美女的背上 举止亲密 后续有报道揭露 该女子是美女模特王露瑶 而王露瑶在采访时表示 谢天华曾借玩魔术摸她的手 后面还会打电话提出约会 但是王露瑶拒绝了 新闻爆出来以后 谢天华再次否认 并指得王露瑶借她炒作 我其实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人家觉得我发了辩 是不是不是就是我觉得的 是吧 同言 谢天华在拍摄老公万岁时 被女演员草米莉投诉 拍摄时主动加亲热戏 把亲脸变成亲嘴 短case变成长case 有闲珠嘴嫌疑 TVB向来就有血藏猎气艺人的做法 而谢天华作为一个已婚艺人 每当桃色新闻爆出来之后 他的资源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 2013年 谢天华在拍完神枪狙击后 就离开了TVB 渐渐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内地 近几年他接拍了英雄 爸爸是条龙等影视作品 无奈水土不服 市场反响一般 谢天华的视野也变得不温不火 如今 谢天华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再次走红 被粉丝追捧 不久后 他还会和陈小春等人 一起录制《大湾仔之夜》 希望谢天华能够珍惜机会 好好工作 多一些作品 少一些北文八卦